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槟榔 槟榔是槟榔树上结的槟榔果 新鲜采摘的槟榔是椭圆形的 青绿色的 所以它也被称为青果 将青果分为两磅 驱除果核 加上朗叶包裹的石灰 并经过炮制 切片 点乳 刚造等一系列的程序 就制作成了大家常吃的槟榔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人们认为这种果实 能够驱除中国南方的脏气 但到了宋朝 槟榔扮演了嗜好品的角色 大家是为了愉悦来叫槟榔 特别是在海南 以及广东等岭南地区 将这种习惯一直延续了下来 到如今 全中国槟榔消费人口 已经超过了6000万 当时现代科学研究表明 槟榔对于人类健康具有负面作用 还是口腔癌的主要诱因之一 长期咀嚼槟 槟榔会直接对牙齿造成磨损 像香烟一样让牙齿变黄变黑 俗称槟榔牙 槟榔中含有大量的生物碱 这是槟榔中主要的活性物质 槟榔中生物碱含量最高的是槟榔碱 以及槟榔刺碱 还有部分多分类物质和槟榔螺质 槟榔碱和槟榔螺质具有细胞毒性 遗传毒性 致突变性和致癌性 所以即便是新鲜的生槟榔 它对人体也是有害的 长期食用槟榔可能会造成口腔黏膜下纤维化 所谓的口腔黏膜下纤维化 是一种具有癌变倾向的口腔黏膜疾病 它们通常会感到口刚 同时在吃东西的时候 由于食物刺激会产生疼痛 进行性脏口受限 食物吞咽困难等症状 除此之外 槟榔渣也会刺激胃壁 严重可导致胃粘膜发炎 甚至疮恐 如果说孕妇也经常嚼槟榔的话 会出现血压异常 滋生血量增多等现象 导致胎儿血量减少 营养物质供给不足 从而影响到胎儿的健康状况 甚至会出现畸形胎儿 所以说孕妇是切记不能嚼槟榔的 最严重的就是发展成为口腔癌了 我们需要说明的是 无论是新鲜的生槟榔 还是经过炮制的槟榔 它们都含有生物碱 所以它们都会危害人体的健康 不要说新鲜的生槟榔 对人体是无害的 槟榔对人体最大的危害就是 它是口腔癌的主要诱因之一 与其他癌症不同 如果一旦换了口腔癌 等待病人的 不单单是化疗放疗 它们的舌头和口腔粘膜会出现溃烂 产生的剧痛 让它们根本无法咽下食物 这样的人无法正常进食 只能靠流食营养液维持生命 而且严重者还要切除 和龙和下额 这对它们来说是一生的折磨 2017年 中南大学乡亚医院 口腔和面科 在中国牙科研究杂志上面 发表了一篇关于 胡囊口腔癌患者数量的研究论文 在研究中作者收集了长沙无所医院 从2006年到2016年 因为口腔癌入院就诊的患者 到2016年的时候 无所医院收治的口腔癌患者 达到了2108人 而其中由于长期咀嚼 冰狼导致的口腔癌患者数量达到了1803例 涨到了口腔癌患者的85.53% 在仅仅是长沙无所医院的统计数据 在冰狼最大消耗国印度 口腔癌发病率世界第一 在人口不过700万的岛国巴布亚 新几内亚 60%的居民咀嚼冰狼 口腔癌患病率高达千分之二 你想想这个比例是多高 冰狼也成为了世卫组织认定的一类致癌物 总结来说 嚼冰狼可能不会得口腔癌 当时得了口腔癌 60%都是和长期嚼冰狼有关 中国2019年就规定了 湖南所有冰狼生产企业 即日起停止国内全部广告宣传 当时这两年 冰狼的广告又死回富狼 冰狼的危害性 有许多使用者还浑南不绝 而有些使用者却在辩解 认为冰狼少吃有益 健康长寿 还可以提升心脏 之所以他会觉得提升心脏 是因为冰狼碱是毒训碱M受体机动剂 它能起到兴奋M挡碱受体的作用 使得增加肠颅动 使消化液分泌旺盛 食欲增加 腺底分泌增加 同时冰狼碱也能作用于N挡碱受体 兴奋骨骼肌和神经结 当时 这里要注意 有个当时 冰狼在促进神经兴奋同时 也能够增加内源性 触肾上腺皮质基础的释放 又使人的神经细胞产生错误的反应 引发神经细胞产生活性氧等有毒物质 破坏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 甚至导致神经细胞的死亡 使人反应迟钝 产生麻木岗 所以冰狼也有卵性毒品的称呼 除此之外 还有大量的文献表明 冰狼碱的毒性影响 也存在于动物或人体的生殖系统 它可能会抑制精子的运动能力 以及减少胚胎的灼传数量 在冰狼的加工环节中 也会引入一些其他的有害因子 比如冰狼在加工过程中 企业为了提高冰狼的口感 添加的鱼糖 柜子油 以及其他的香精香料等添加剂 总结来说 胶冰狼更像是个体选择的问题 它不像是黄金乌狼那样 受害的是一群人 而是一个个体在承受着疾病折磨的痛苦 甚至死亡 可以说冰狼 已经成为6000万国人的炸弹和噩梦 那为什么不禁止呢 冰狼最尴尬的就是 它的化学成分 让它具有一定的药理作用 可以对一些疾病有治疗作用 所以说 它的身份应该是药物 当时如今 它却作为食品站在我们身边 作为普通人群 长期缴手的食物品 无论从科学或相关法规上 都无法认定冰狼为食品 除作为药材加工之外 冰狼加工产业 显然是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 总结来说 错的并不是冰狼 而是它究竟是作为什么出现 尽管很多人说 抛开剂量 汤毒性是耍流氓 偶尔一两次的放纵 的确影响不大 当时我们应该在槟榔包装上 加上过量槟榔容易致癌的标签 过量槟榔容易致癌 应该和吸烟有害健康一样 成为基本知识 深入人心 在槟榔流行的印度 商业化生产的槟榔果 已被要求贴上明显的警告标志 在美国 从1976年开始就严禁各州之间 运输槟榔果 在加拿大槟榔产业直接被禁止销售 国家目前也提出 在有咀嚼槟榔习惯的地区 以长期咀嚼槟榔对口腔健康的危害为重点 针对新的开展宣传教育和口腔健康检查 促进亚洲 口腔联膜病变等疾病 早疹早治 希望国家要大力宣传 让那些浑浑不绝的人惊醒